賀明論 推墻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7月17號是賀明論推墻的2065期 我們今天的節目來關心秦剛他現在是不是還活著 因為這兩天整個互聯網上面熱搜榜排在第一的 依然是秦刚 秦刚在消失了二十多天之后 始终没有看到秦刚露面 他究竟现在是活着呢 有没有自由呢 能不能到外交部去上班呢 还是他现在就像网络上所传闻的那样 已经被中纪委拿下 他本人是间谍 或者涉及到他的绯闻女友是间谍 网上现在各种传闻都有啊 连他死了的传闻都铺天盖地地在流传着 说他已经在301医院已经挂掉了 死亡的原因是他的肝的问题 结束了他十几天的肝的痛苦 那么中共为什么官媒不出来解释呢 也就是谣言满天飞 什么说法都有 有说秦刚是卷入内斗的 也有说他是陷入桃色丑闻的 更有耸人听闻的直接说他已经死掉的 那么这么多传闻对一个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来说的话 如果不是真的 为什么官媒不出来辟谣 不出来做解释呢 秦刚最后一次露面是上个月6月25号 他分别与斯蒂兰卡的外长 越南的外长进行了一个会面会谈 还跟俄罗斯的副外长也进行了一个会面 这是指上个月6月25号他的公开活动 从这一天以后他就在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 至今已经有三个多星期 官方第一次解释呢 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汪文斌解释 他不能够参加东盟施加一部长会议 缺席这个会议呢 是因为他患上了新冠病毒 那么新冠病毒这个病情不会那么严重啊 怎么可能了三四个礼拜他本人都不能露面呢 按照你一个礼拜就应该恢复健康 不至于缺席这个活动即使是缺席他本人也可以在国内参加各种外事活动 因为外事活动实际上是每天都在发生的 作为一个大国的副国级官员 外交部长是整个政府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岗位 那么怎么可能外交部长几十天都在公众视野中消失 都不能正常的履职呢 所以说呢 对于秦刚迟迟不能出来工作 外媒记者感觉到很不理解 在又一次的外交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面 法广的记者就专门问了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汪文斌 就问他什么 问他秦部长秦刚什么时候能够出来恢复工作 他究竟身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了他这个健康已经不能正常履职了 那么汪文斌在接受到这个提问以后呢 东张西望忙活了半分钟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低着头呢 装着看文件 然后看了半天 不知可否的说了一个 我已经解释过了下一个问题 也就是呢 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他们不敢明说 不代表他们心里面不知道 只是他们现在没有得到授权 不敢谈秦刚现在的状况 也就是秦刚的现状现在是党和国家的机密 那么一个大国的外交部部长副国级的领导人突然消失 而且始终不对外面去解释 一下子就消失了三个多礼拜 并且外界大量的传输此人设计到间谍啦 设计到党内权斗啦 以及说他自己在外面包养情人啦 甚至这些传闻啦 所有的这些传闻都显然是给秦刚 他这个身照带来了神秘的面纱已经铺上了很多脏水嘛 那么党和国家领导人怎么能允许你们这样去污蔑呢 为什么中国官媒不做任何解释 而且也不完全封铁 也就是天天任由互联网上面所有的谣言满天飞 究竟传闻的这些是谣言还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呢 中共过去涉及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丑闻的时候 通常什么 通常是领导人不置身 而首先是搞定女主角 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熟知到彭帅 彭帅揭露张高丽性侵的时候 无论是官媒也好 国家体育圈里面的高层也好 甚至连国际奥会的主席都出来搞定彭帅 然后彭帅不断地接受官方安排的这个采访 陪同他的国家体育圈里面的领导人 通过各种方式往外去放风 认为就是彭帅很安全很自由 没有任何事啊 对于张高丽这个事件 大家呢就是把他淡化 也就是首先搞定了彭帅 那么搞定彭帅最终的结果 就是大家看到被他指控的这个张高丽 高高地坐在二十大的主席台上 也就是张高丽完全没事 那么彭帅呢 他本人呢 也就是只能是晋升了 所以这件事是搞定女主角 最终就不了了之 后来又传说过一段时间的中宣部的副部长兼中央电视台台长盛海雄 他涉嫌插足知名女明星佟丽娅的婚姻 把人家佟丽娅的婚姻给人家搅黄了 然后霸占了佟丽娅 非常激烈的这个傅小田 傅小田为什么不出来去主动了结对他所谓的这个绯闻案呢 也就是秦刚究竟出事没出事呢 有两个迹象 我们完全可以观察到 一个是嘛 一个就是外交部内部 外交部内部毫无疑问 他们是最知道秦刚这件事究竟有多大 秦刚所涉及到的无论是他的间谍案还是他的丑闻 究竟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所以说秦刚出没出事 我们通过这两点可以观察到第一点就是赵立坚的那个婆娘 网名叫做大松和臭丫头的 他在七月十号就是传出秦刚已经沸沸扬扬的这个丑闻之后 他呢发出了一条幸灾乐祸的微博称今天是一个好日子 揭发小视频一用 紧接着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又发出了一个微博 这个微博上发了一面锦旗声称赵立坚是为人正直 为国为民的好官 他为什么要这么去说呢 显然就是对他丈夫赵立坚被罢免了 这个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罢免了新闻司发言人 然后调到这个边海市呢 他发现他自己的一种不满 说他丈夫是个好官 所以你通过这个所谓大松和臭丫头 他本人这个网络的这个博文啊 就可以看出外交部内部是绝对了解秦刚做了什么事的 大家都知道呢 大松和臭丫头之所以对秦刚有记痕 那是因为秦刚去年底被任命为中共外交部长上任后干的第一件事 就免掉了赵立坚的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的职务 转任到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去当副司长 虽然看上去是贫瘠调动但相较于作为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这个台前风光的这个职位 调到这个边海市等于就是什么等于就是流放边疆嘛 所以说呢赵立坚的老婆这个网名叫大松和臭丫头的人不断地为老公明冤就要去 只不过呢这个赵立坚的老婆实在是个猪队友 他每次发的这些微博啊都没有给赵立坚得到加分 反而呢他幸财乐祸的表情呢让所有人都知道赵立坚的这种开心呢秦刚这个人一旦翻过身来是不会饶掉赵立坚的 而赵立坚老婆这个猪队友他每次都那么高兴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心肝乐祸的表现 显然是看到秦刚现在摘了嘛 这是指第一个就是春江水暖压限制外交部内部的人员显然知道秦刚现在事情发展到什么程度 第二个迹象就是我们深挖这个女主角傅小田嘛 因为秦刚不露面但是一向高调的凤凰卫视的主持人傅小田你怎么也不露面呢 人家都说是搞定女主角那么你这个女主角现在面对的那么多扑到你头上的脏水 你要不要自己出来去解释呢 因为傅小田是个一贯高调 而且是一向扮演高雅的所谓剑桥才女 怎么自己会不站出来去表达他自己的纯洁任由你们对他自己破乌呢 傅小田最后一个微博发出的时间是今年4月20号 4月20号发了个微博他说他带儿子叫King从洛杉矶启程目的是前方 那么这个前方是哪里呢多半就是中国大陆 也就是很多网友就猜测傅小田很可能他说的前方就是当他飞回中国大陆后 就被国安部门以涉嫌间谍罪呢抓捕了他 按照傅小田一向高调朋友圈发的不停微博不断更新特别喜欢炫耀炫富的他 怎么可能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从四月份一直到现在已经三四个月了都不更新任何微博呢 而所有的这个网络最近都爆出他自己涉及未婚产子涉及高层腐败他都不出来辟谣吗 这个一点都不正常因为曾经在网上有人传闻过傅小田的丈夫叫宝石峰 他立马就出来发微博就说宝石峰是谁我从来不认识 他不断的强调自己是未婚的也就是人家传闻他有丈夫的时候他立马出来辟谣 现在人家说他私生子年父亲秦刚以及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他跟秦刚之间的不沦恋 在这种所有的证据指向他的时候 他为什么都不出来做解释不出来办纯解呢 那么既然是未婚怎么会在今年美国东部时间的三月十八号 他就发出了这么一组微博替儿子发出爸爸生日快乐的祝福呢 说是爸爸奔赴使命去了忙得连生日都没有时间过 只能摇出爸爸生日快乐 他发这个微博的时间是美国东部时间的三月十八号 因为这个微博他发的时候他本人就在美国东部 而他这个时间正好是北京时间的三月十九号 3月十九号傅小田他发的这个微博上面还专门发出了要为某人祝福生日 附带了一个生日蛋糕的表情符号 贴文他写的虽然是英文但是翻译过来中文的意思就是年年有今日 岁岁有今朝祝你生日快乐 那么这个三月十九号的生日恰好就是外交部秦部长秦刚的生日啊 你到百度上去查一下秦刚的生日是不是三月十九号 所以这个贴文就完全是不打字招 说明了傅小田孩子的爸爸和秦刚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在今年三月十二号傅小田此地无鹰三百两的发布了他儿子的照片 贴文是看你们谁还敢说我是外国宝宝 他握着儿子的手上书胜利闭幕 这一天正好是秦刚在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委员 也就是秦刚正式完成了从副部级的驻美大使到去年十月份二十大时候上升为中央委员 到去年年底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以及今年三月份就诞生为副国级的国务委员 从副部到副国仅仅是半年不到他完成的三级跳 也就是孩子祝福的这个三级跳的这个国务委员国家领导人显然就是傅小田要表达的 看你们谁还敢说我是外国宝宝 他本来就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孩子怎么是外国宝宝呢 所以傅小田那么高调的榜上秦刚他绝不是空虚来风的 也就是傅小田的榜上秦刚不仅仅是榜上权力很可能他本人是涉及到双面间谍 说傅小田会不是美女间谍的这个话呢 我们要去深刻的去判断傅小田他个人他是怎么去上位的 也就是傅小田最疯狂的职位是凤凰卫视风云对话的主持人 在这个岗位上他采访过多位的国际政要 那么这个位置完全是别人很难以替代的 但是根据凤凰卫视主持人的安排 目前傅小田的这个职位呢已经被一个名叫朱姿彤的主持人取代了 我在前期节目里面已经谈到过傅小田完全可能是澳极央视主持人陈蕊的翻版 也就是陈蕊被中共定位为间谍 那么傅小田为什么不能被中共也定位为间谍 因为大部分这些间谍啊都是双面谍就是两头吃的 陈蕊这个人之所以被中共抓捕 很可能陈蕊是在澳大利亚被澳大利亚一直培养成为间谍以后 然后深入到中国内地为澳大利亚不断的提供情报的 只不过被中共察觉以后中共最终就是什么是抓捕了陈蕊 认为陈蕊他一直为外国机关提供情报 所以现在把陈蕊当作外国间谍把它扣押了 而傅小田跟陈蕊有非常相似的共同之处 就是傅小田很可能是中国培养的 只不过呢大部分间谍我讲过都是双面谍都是两头吃 就是你帮助己方完成各种情报任务时候 往往会被对方察觉而对方在某一个关键时机抓捕了你 然后威逼利诱最终什么让你为对方服务 这时候呢这个所谓双面谍就觉得我无论到哪一方提供情报呢 对方对自己都有保护的义务 而很可能傅小田从事这个工作中最终被中共完全察觉 也就是绝对不允许吃里扒外嘛 最终就把傅小田完全抓捕了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就是我认为陈蕊是澳大利亚培养的 最终反叛以后被中共呢抓捕 而傅小田是中共培养的 那很可能是什么是两头吃的情况下 最终被中共察觉了 不允许他吃里扒外把他抓捕了 你就看看傅小田成长的经历 就不难做出这样的判断 傅小田是1983年出生在中国重庆市的 2002年他只有19岁时候 就考入北京语言大学英语文学专业 那么北京语言大学呢 是中国唯一一所对外面 也就是来华留学生进行各种汉语培养 以及进行洗脑教育的一所对外开放性大学 大量的这些间谍都是从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 来华的这些留学生里面相当一部分是华人子弟 包括港澳台包括海外华人家里面的子女 以及呢外国政要家里面的子女 来自于非洲欧洲拉丁美洲 包括北美美国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学生都很多 这些人进入中国语言大学学习以后 中共往往是对他们进行不断的洗脑 对他们不断的进行各种教育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的情报方面和国安方面 就在里面误使他们未来的间谍人才 希望把这些留学生培养成中共海外的代理人嘛 那么至于这些中国学生如果有培养前途的 往往就会把他们发展成情报官员或者发展成间谍 他们授课的老师既有军方总参部门的情报官员 也有国安部门的技术官员 这些人在学校里面都是打着教师教授的身份 实际上他们都有中共内部的国安或者是军方的背景 那么这些人他们在学校里面培养的人 尤其培养的中方的学生 按照中共党媒上所说的就是培养隐蔽战线的间谍人才 那么傅小田毫无疑问就被选拔为间谍人才培养之一 因此傅小田是步步高升而且每一步都没有落下 你看他自己2002年进入北京语言大学学习 而就在同时他又可以到北大去学习经济学的本科 也就是一个人获得双学位 即获得北京语言大学的英语文学专业的学位 又获得北大的经济学学士学位 也就是他有什么能耐能够跨入这个两个大学 从北京语言大学横跨北大 能够到北大也同时去修这么一个学位 这是绝对不简单的 普通人是没有可能在四年大学本科期间 同时去选修两个大学 然后获得这两个大学的学习学位 而傅小田毫无疑问作为一个特殊人才 他就做到了 如果这不是被党国作为专门的特殊人才的间谍来培养 几乎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的 你听说过有几个人在一个大学里面正在选修 他自己大学四年本科时候 他还可以到另外一所比自己本校要高得多的另外一所大学 他也获得那个大学里面的学位呢 而傅小田就做到了 因此当2006年别人只获得一个本科毕业的时候 他已经拿到了北京语言大学和北京大学双学士的学位 而人家一毕业还面临着要么考研要么去找工作 他已经顺利的进入了英国剑桥大学 在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进行了硕士学习 仅仅两年就在丘吉尔学院获得了教育学硕士学位 而他一毕业就立马进入了凤凰卫士 担任了凤凰卫士驻伦敦记者站的这个首席记者很快就升任为站长 基本上来讲傅小田是一步步落 从中学到大学大学变成双学位 一毕业就到英国剑桥大学读硕士 硕士一毕业就进入凤凰卫士 从首席记者立马就做到记者站站长 也就是他的人生啊 在他自己这个大学毕业剑桥留学之后 完全是春风得意 什么机会都一步都没有落下 他一下子就从来自重庆的一个普通中学生 经过这个不到十年的打拼 他已经成为了凤凰卫士的当家花旦 成了记者站站长成了欲满天下的凤凰卫士的媒体人 也就是仅仅到2011年 他就利用他凤凰卫士的主持人的身份 两度前往利比亚做占地报道 获得了沙漠之花的称号 而到2012年他就调回了凤凰卫士的香港总部 升任为香港总部的高级记者 并且多次前往世界各国 担任特别新闻事件的特派记者和大型国际会议的评论员 从2013年开始起 他就在凤凰卫士的头牌名牌栏目叫做《风云对话》 他出任主持人 采访过世界各国大约有200多位的国际政要 广泛与各国政要打交道 成为活跃在世界新闻媒体正常的知名的美女主持人 而他这个身份为他自己从事间谍活动 可以讲是做最好的掩护的 那么傅小田有没有可能是间谍呢 实际上傅小田凤凰卫士的工作 只是一个简单的掩护 他本人就应当是中共国安部长期培养的00期 他要么是属于国安部 要么就属于总参情报部 也就是他采访过多位世界各国政要 2016年新西兰国家党总理叫约翰基 曾经接受过他的采访 但是这个采访已经被五眼联盟盯上了 后来新西兰媒体就传闻出 这个总理呀跟傅小田有染 被迫神秘的辞职下台 迄今为止你到凤凰卫士上面去搜索 傅小田采访各国政要的各个电视采访栏目呢 什么栏目都在 唯独新西兰国家党总理约翰基的这档采访呢 被删得干干净净 那为什么要专门删掉约翰基的采访呢 那显然就是约翰基跟傅小田之间的联系 已经引起了五眼联盟的注意 那么有一种可能是五眼联盟完全掌握了傅小田 他是以主持人为掩护 实际上属于中共间谍的身份 所以说呢最终是五眼联盟威逼利用 并且呢是收买了他 而傅小田在五眼联盟 对他完全具备控制的这个能力情况下 他不得不为五眼联盟服务 但同时作为中国间谍 他也要为中共服务啊 而五眼联盟给他创造呢 是可以给他创造各种提升的名利的机会的 因为2016年英国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 就以傅小田的名义呢 在校园里面给他命名了一个小田花园 他这个小田花园开办的时候 中国住英大使馆的临时代办 叫陈文氏出席仪式 并且发言高调的赞美傅小田 说丘吉尔学院产生过3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剑桥大学其中有三分之一的诺贝尔获得养者 都在丘吉尔学院产生 言下之意傅小田有可能是丘吉尔学院 下一个产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所以都把傅小田高高的抬起 那为什么把傅小田要抬那么高 是什么人在背后成为他的金主 要给傅小田创造那么大的名利 使他自己收获那么多的荣誉呢 因为剑桥大学的花园 只有他傅小田和写下再别康桥的民国文化大师 徐志摩有这个俗荣 问题是傅小田拿什么跟徐志摩比 他一个学校毕业还没有几年 没有做出任何成就的一个普通的剑桥学生 就算他是一个媒体人士记者 他有什么成就可以给剑桥大学 让剑桥大学为他命名花园呢 有一种说法是他背后有金主 类似于是李小林的亲人李亮给他出资出了上百万的英镑 然后捐给了剑桥大学给他命名了一个花园 这种说法呢完全是有可能性的 但是无论他背后金主谁出钱 关键是党国要培养他 也就是你看到凤凰卫视董事局的总裁刘桑乐 他出席在给傅小田背书的各种讲台上 你就应该明白他傅小田绝对是党国专门进行培养和专门进行包装的 因为凤凰卫视的这个创办人刘长乐 他的这个来历就是完全是党国情报部门栽培长期培养的结果 刘长乐的父亲叫刘向怡 曾经担任过中央组织部办公厅的副主任 是曾庆红安前马后的幕僚 也就是曾庆红一手培养的下属 曾庆红对刘向怡是非常的信任 对他这个儿子刘长乐去创办凤凰卫视呢 也是给予大力支持的 那么在凤凰卫视创办之初 当时刘长乐曾经在深圳设宴的时候告诉所有的宾客 是国家国安部给了他两百万美元筹建了凤凰卫视 凤凰卫视实际上就是国家安全部设立的一个间谍窝 那么通过刘长乐的背景通过凤凰卫视的背景 就不难判断出党国花了大代价培养了傅小田这么一个人 本指望他利用凤凰卫视主持人的这个身份 采访世界各国政要的机会 为党国拉拢政要提供各种服务的 结果他两头吃为党国服务的同时呢 也在为五眼联盟服务 而且把党和国家领导人副国级的外交部长勤光服务到床上去了 剩下了私生子 那什么党国的重大机密他傅小田还不掌握呢? 他如果为五眼联盟服务不代表他掌握的这些机密 五眼联盟都知道了吗? 五眼联盟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啊 他们之间是情报互换的 他们一旦知道你觉得党国还有什么秘密 人家美国不清清楚楚能够知晓呢? 这是习近平暴露的原因啊 因为秦刚是深得习近平信任的副国级 也就是在所有中共外事口上的官员 如果你能够去比较秦刚得到习近平的信任 是完全可以看出 习近平对秦刚的信任已经远远超过了 这个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外办主任的王毅 比他的分量要重得多啊 习近平对秦刚的信任使得秦刚可以随时上达天庭 也就是他随时可以跟习近平交换中国对外 尤其是中国外交口上面所有外交的重大决策的 那么这种重大决策就可以意识着 习近平知道多少内容 秦刚就知道多少内容 而秦刚知道多少内容 睡在他床上的傅小天就应当知道多少内容 那么睡在这个床上的五眼联盟的女爹 把这些情报全部汇报给了美英澳 觉得习近平还有什么秘密可保啊 所以说不管秦刚本人是不是间谍 如果坐视了傅小田是间谍 秦刚是百分之百这一次就出局了 现在不但是秦刚没有任何消息 根本就不知道他生死 根本不知道党国对他的查处 下面一个结果是什么 而傅小田的消失也绝对不简简单单 是突然去生了孩子 然后就消失在公众之中 那么一个爱高调爱炫 天天发微博发朋友圈的人 几个月都消失 多半是什么 多半是被中共已经送到了监狱里面 和陈蕊可能是同一个命运 那么由于它涉及着秦刚这么重要的国家级领导人 显然秦刚的这个命运是凶多吉少的 好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これで你看到哪个人 有限当你 那个人有没有事 我们说到这里 我的人有很多歌 就是这本身合唱的 你会说得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